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講講去竹的愛情故事 天生同佬為了令去竹破戒, 捉了西夏公主來 在黑暗之中, 孤男寡女發生了一夜情, 雙方都看不到對方的樣子 大約一年後, 西夏公主招襯, 一心想找回去竹, 真是找到, 兩個人就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了 問題來了, 去竹是小友地, 被金庸明確描寫為樣衰的男主角, 書中寫他相貌醜陋, 濃眉戴眼, 鼻孔常犯, 相耳照鋒, 嘴唇甚厚, 不善辭令。 你們有沒有笑過上網識人? 可能網上很合談, 但見面後發現對方的樣子不似預期, 你都會失望。 何況是西夏公主, 又美女又是公主? 當時各國的王孫公子都爭著要娶她, 她為何隔了一年, 到一心要找回虛竹呢? 找到虛竹之後, 發現她又醜樣又不會哄女孩, 為何一點都沒有失望, 而是馬上嫁給她呢? 而且公主和虛竹一夜情時, 是說, 平時我一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 我都會害羞, 為何來到這裡, 我就心神蕩漾, 不由自主? 有人說, 可能公主被童魯落了春藥。 我有一個猜測, 這裡隱藏著逍遙派的秘密。 逍遙派的武功, 是會加強彼此的性吸引力的。 即是你又練了, 我又練了, 你會覺得我正點, 我都會覺得你正點。 所以天生童魯和李秋水, 很快就愛上師兄無崖子。 可能是因為無崖子英俊, 但李秋水出軌, 找了很多英俊都是逢長作氣。 下一任男朋友是誰? 事實定蠢臭, 都是練逍遙派武功。 逍遙派雖然人不多, 但男女關係上, 經常進行內部消化。 去族有無崖子的逍遙派內功, 西夏公主呢? 整個天龍八步裡面, 公主雖然是李秋水的孫女, 但她從來沒有用過武功, 這個角色也不需要動手。 但書中只有一段, 故意寫公主有練武功, 是宮女帶大家去公主的書房。 段譽發現牆上有很多人形, 去族一眼就認出, 是逍遙派武功的上乘秘訣。 如果收尾不夠, 很容易走火入魔。 當時梅蘭捉菊四個, 就是因為看到這些途形而受傷。 換句話說, 公主有練逍遙派武功, 中整一年將武功刻在書房, 她的武功至少比寧袖公四姊妹高出一大節。 所以, 公主與虛竹接觸之後, 兩個人的磁場迅速吻合, 令公主念念不忘, 才成就了這段感情。 你又怎看這個故事呢?